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无语 有一天 他录了一段视频 向未来成年的孩子们发出呐喊 要求两个儿子即便没钱结婚 也不要来找他啃老 要像自己的妈妈一样顽强 将来一定要对别人家的姑娘负责 他告诉女儿 婚姻不是女人的必需品 他更多的是负担与责任 他希望女儿在没有完全了结婚姻 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项无比大的挑战前 保持单身 成都90后女孩的三孩不要奇怪他为何有这样的举动和想法 了解他育孩经历的人都会对他充满理解和同情 三胎路上有不少拦路虎 这也是三胎政策出台这么久 无人响应的原因 这位女孩都经历了什么 又遇到了哪些绊脚石 一 90后女孩意外生三胎 辞职负债压车卖房成都90后女孩春晓 三次意外怀孕 出乎预料的经历和经济透支 逼迫他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卖掉学区房 还背负着40万债务 他刚结婚 还没做好准备就当了母亲 2015年 他和丈夫去泰国度蜜月 旅游结束时发现自己中招了 虽然没有心理准备 他们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图文无关 春晓在成都一家成媒公司做编辑 丈夫是一个事业单位职工 典型的双职工家庭 结婚时 他们有一个80平米的婚房 夫妻俩每月还房贷2000元 春晓怀第一胎 婆婆简直是不遗余力 他在小两口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照顾他们 特别是春晓坐约子时 为了让他睡好觉 婆婆把孩子带到出租屋照料 为奶时再抱过去 春晓哺乳嫁休完后回归职场 谁知2016年底 他又意外怀孕 那时国家刚刚放开了二胎 那就生下吧 对春晓生二胎 局外人可是一片反对生 闺蜜告诫他 生一堆孩子又麻烦又累 同龄的妈妈们也说 佩服你 带一个都恼火 你还要生二胎 有完办了 就连婆婆也打退堂鼓 委婉劝他们不要二胎 也许事后第一胎 太一类的够呛 春晓的父亲更是激烈反对 经常打电话让他放弃 他告诉女儿 生了你也养不起 春晓三岁时 父母就离婚了 他跟着父亲 后来父亲再婚 自从继母生了弟弟后 春晓不再喜欢那个家 常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他心里带着一股对父亲的忧怨 和父亲吵了起来 好在丈夫很支持他 而且春晓也幻想着生个女儿 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017年5月 春晓未能如愿又生了个儿子 从此 他这个两个男孩的母亲每天都处于崩溃状态 除了睡觉 家里没有安静的时候 两个男孩子爱打架又淘气 随时得摆平哥俩 图文无关 两个儿子还没拉扯大 2019年他又怀孕了 春晓很崩溃 责怪老公不负责任 可老公始终没说不要这个孩子 且夫妻两都坚信 这次应该是个女儿 女儿的到来 春晓很开心 他写信告诉了父亲 这可把父亲吓坏了 他为女儿今后的日子发愁 建议让婆家 娘家各带一个他们的儿子 但春晓不愿意 他自己吃过单亲家庭长大的苦 不想让孩子们再遭这样的罪 为了能多好的陪伴孩子 家之单位效益不好 春晓干脆辞职 回家做全职妈妈 带孩子的苦和泪都可以忍受 钱越来越不够用才是最揪心的 决定要二孩的时候 他们担心房子太小 卖掉婚房 换了一个140平米的学区房 月供变成了4000元 看房人 婆婆心疼儿子 主动帮他们还贷款 可四个月后坚持不下去了 房贷众人又回到他们夫妻肩上 丈夫为了养家 先做兼职 后改做销售 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难以为继 夫妻粮只好忍痛个爱 耐掉学区房 换了一个70多平米的公寓做投资 自己出去租房住 可生活并没有因此饶过他们 随着疫情不断 老公挣钱更加艰难 为了维持生计 他不得不去借网贷 不知不觉 窟窿大的填不满了 他们背负了40多万债务 二 三胎宝妈打造超级IP 仍然面临入不敷出春晓 想起了父亲的忠告 真是不听老人言 吃苦在眼前 自己选的路 还得咬牙走下去 五口之家 夫妻俩决定把公寓卖掉先还债 可成都二手房市场低迷 挂出去很久无人问津 他们只好把贷布车抵押一笔钱 减轻部分贷款利息 眼看着家里就要一无所有了 他们每月房租4000 住房没了 孩子们上不了公立幼儿园 上司力的 两个儿子一年要三万 奶粉和尿布一个月需要2000多 加上其他开支 这个五口之家 每月至少需要1万开销 而且他们每月至少要还5000的债务 即便节一缩时也运转困难 不得已 春晓给孩子办理了幼儿园休学 砍掉了他们所有兴趣班 现在对他来说 挣钱是第一位的 他试过很多边带娃边挣钱的办法 一次次试错后 他发现 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独立做短视频和直播 把自己的多孩生活和育儿经验 展示给更多人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图文无关 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三孩 超级妈妈的人设 慢慢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开始接到一些酒店 儿童主题乐园和亲子餐厅的合作邀请 春晓确实像个超人 经常被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里面装满孩子们的零食和日用品 一有拍摄任务 带着孩子们说走就走 他经常早上带着孩子们出去拍摄 等他们晚上10点睡觉后 他再开两小时直播 剪辑完后凌晨3点左右才能睡觉 睡眠严重不足 他有时都把车开到了绿化带上 他从不必会和孩子们谈钱 当孩子们闹着要心仪的玩具时 他会直接告诉孩子们 家里欠的钱还没还完 现在买不了 他觉得很有必要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财商思维 春晓和他的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耗去了夫妻俩 无数个三倍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他们随时可能面临 入不敷出的窘境 艰难地维持着 无口之家的生活 生三个孩子很容易 养就难多了 其实最大的拦路虎就是钱 有了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尤其是普通的双职工夫妻 一个月几千元收入 养三个孩子这是太难了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承受这份苦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放开三胎无人响应 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 关键是很多有钱的人 现在不一定有生育能力 那是不是除了钱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快乐的孩子们 三 生娃意愿底下 缺钱背后是配套服务需求 也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三个算什么 那些年生七个八个 也没健养的这么艰难 其实那时候的人 的确没有现代人 这么多后顾之忧 那时候 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 生老病死都给管完了 单位有自己的托儿所 幼儿园 中小学 有自己的医务室 生孩子 生病都不用自己花钱 房子单位分配 有的单位自己没有学校 也会以单位的名义 联系附近学校 解决职工子女上学问题 孩子养到一岁 就可以上单位的托儿所 上班待娶 下班接回来 啥都不耽误 七十年代的 厂班托儿所 后来改革了 把这部分职能 交给了社会 企业负担是减轻了 个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教育和医疗 变成了产业 首先要讲究经济效益 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 不敢养孩子 不敢生病 养孩子的内卷 让很多父母很焦虑 刚生了孩子 就开始筹幼儿园 上幼儿园 又开始发筹 上小学的事情 姚浩这个东西 就像中彩票 既然是姚浩 就有一部分人 上不了国立学校 无法接免费 受义务教育 经济条件好的还好 大不了上私利 经济条件差的 愁死个人 这是有多夸张 有一次我们公司 正在开会 一个同事 突然从座位上 呼地站起来 一声尖叫 大家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他的孩子 小学姚浩中了 抑制不住 兴奋后时态 又生小的家长们 托育男 上幼儿园男 上学男 这就是现代人养孩子的 一大痛点 如果从托育到中学毕业 都可以就近上学 享受义务教育 养孩子的问题 就解决了一大半 养孩子的第二个难题 是住房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孩子多了必须得大房子 可是现在房子太贵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不肯老的话 没几个人 有能力自己付首付 可如果是一般的工薪族 又有多少积蓄呢 负担一个孩子的首付 省吃点又勉强还行 如果让他们给三个孩子 准备首付 那可是要老命 曾看到一个网友留言 老婆问他要不要二胎 他说你能保证 生个闺女就要 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这小县城 我可买不起两套房 图文无关 你说让年轻人们去租房 也不是个事 特别是租私人的房子 主人家要做他用 或要卖 你就得搬家 经常搬家 不仅耗费精力 还让人感觉拘无定所 除非国家有专门 针对年轻人的出租房 租金他们付得起 还能稳定 估计租房的人会多一些 四鼓励生育利好政策不少 为啥效果不明显 为了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国家真是操碎了心 看看这些年的生育数据 能不着急吗 从近几年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看 2020年 我国人口出生率 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双双创下 1978年以来的新低 分别只有8.5%和1.45% 从比前一年增加的人口来看 2018年比前一年增加530万 2019年只有467万 2020年降一半多 只有204万 2021年只有区区48万 2022年 不仅不增加 还减少了85万 新生命 2022年是个拐点 我国人口60多年来 首次出现负增长 而且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 在1%以下 确实让人揪心 为了稳定人口 我国政府2015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2021年放开三胎生育 为了鼓励生育三海 2022年8月16日 国家卫健委 发改委等17个部门 联合发文 征仗不小 内容涉及财税 保险 教育 住房 就业等诸多方面 详解了政策倾斜措施 还落实了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相应责任 试图推进一老一小 整体解决方案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也出台了相应鼓励措施 比如延长哺乳价 育儿价 护理价 还有地方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 图文无关 这些政策为何大家不买账呢 原因就在于 没有真正解决育孩的痛点 比如哺乳价奖励最多的增加半年 半年以后又怎么办呢 养不起孩子的问题 根本没有缓解 最近国家实行的 三岁以内幼儿 父母每月税计减去2000元 别说折合成税款少得可灵 就是每月直接补贴2000元 也无济于事 请保母贵 上个幼儿园比大学贵多了 还有人上个小学花几十万 其实脱幼教育不应该是挣钱的产业 而是需要投入的希望工程 有调查显示 女性不敢生 排在前三的原因 经济原因占了75.1% 孩子没人带51.3% 女性生育后收入下降的占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